好啦,來看一下,因為我上這禮拜在講文法 所以我漏掉一個觀念,這觀念很重要 我現在來補充一下 好嗎? 好,來看後來了 補充每個星期五或是每個星期幾 又或是每個週末的時候 這裡每個,你們還記得你們學everyday的時候 every就是每 那day是天馬 那一樣喔,這裡我們用every 好,每星期五,every friday 這個你們能明白 可是,現在觀念在這裡 我們可以用every friday 表示也可以用on fridays 可以嗎? 來,再說一次 有every的時候,friday不用加s 有on的時候呢,friday加s 可以嗎? 好,s幫我畫兩條線喔 好,往下 那我們想想看 每個週末怎麼辦 第一個用法 用 every weekend 有沒有加s 需要s嗎?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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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arm呢 來,arm arm arm weekend 來,s記得寫上去喔 可以嗎? 所以我們可以用每個星期五 或是每個什麼時候 我們可以用every 加時間 也可以用arm 加時間 加s 第一個觀念可以嗎? 可以嗎? 點頭 OK 好 來,下一個 第二個 其實是相同觀念衍生下來的喔 你有聽過說,比如每個禮拜六早上 我們也會這樣說對不對? 我們會用arm 星期名稱加早上s 或是校尾s 或是晚上s 為什麼加s 因為前面有 arm 非常好 OK 來,每個星期六早上 試試看 先用 arm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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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呢? Morning Morning s 然後那個W嗎? s 哪有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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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 s T T Ur OK 好,來,舉一反三喔 舉一反三 來 剛剛我說每個週六可以用 啊 那一台可以用另外一個什麼 every every非常好 所以是改成every的話會變成every satu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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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saturday everysaturday是什麼? morning morning 有沒有s? 沒有 為什麼? 因為前面是 enry 因為前面是 enry 非常好 好了嗎? 好了,往下了 來 幾點 就是在問 什麼 時間嗎? 那你們還記得我說 什麼的疑問詞是什麼? what what ok 填進去 就what填進去喔 那時間一樣它還抄起來 所以在問幾點就問 what time 點點點點 可以嗎? ok 就是問句的時候 那答句的時候呢 答句的時候 我們記得要先擺 解記詞 其實你們剛才可以說 its seventh of class 用its也可以 可是這裡 我要用你們用 這些詞 ah at at 非常好 好啦 所以用答句的時候 用at 好,那我們來練習看看 再七點 怎麼辦? at at 7 你該怎麼說 這個詞 7 7 7 8 7 8 8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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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用 on what day 抱歉,來,s加上去 來,注意喔,這裡有一個觀念 就說為什麼,說什麼on可以括號 通常我們括號的時候表示什麼? 可省略,OK 那這裡的括號一樣是表示可省略 所以我們可以用在星期期到問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用 on what day 點點點點 也可以用 on days 點點點點 那因為它這裡的on有省略 所以其實這裡的day是一樣,加s 不管什麼情況,加都加s 因為它省略了on 聽得懂嗎? 你也從我聽得懂嗎? 聽得懂 那我剛才說什麼? 我剛才說你聽得懂 來,再說一次 我說問在星期期的時候我們說on what days on可省略 但是你因為知道這裡的on已經被省略了 或是沒有省略 反正這裡有on或應該又有on 或是on被省略 所以後面的day加s 可以,非常好 來,那答句呢 假如我說on 我說不答案了 假如我說on 在星期六怎麼辦? on saturday saturday yam加s 來,說一下 這裡要記得喔 問句的時候on可省略 但是答句的時候on就別省略了 來,我們看一下例句on 括號 what days do you play baseball? 來,這句問什麼? 你禮拜幾打棒球 你禮拜幾打棒球呢? 然後他會回答什麼啊?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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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這些都要記起來哦 因為等一下,你必須要有這些概念 才有辦法造這個WH的文句 是啦 看完了嗎?